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将愤怒写在纸上 人类首次遨游太空 是今天的动力能源哦 前方到站安全管 最近在社交平台上 有网友发布视频 一女子下半身被自动扶梯卷入 情况十分危险 消防救援支队发布消息解释 这名女子在乘坐自动扶梯上楼时 被卡在扶梯内 因自动扶梯突然故障 内部结构复杂 消防队员赶到后 又开展了三十多分钟的紧张救援 才将该名女性成功救出并送医 这一幕让人看着既揪心又害怕 自动扶梯安全事故 再次给人们敲响警钟 因此我们要掌握正确的 乘坐自动扶梯的方法哦 上扶梯前 我们要先看清楚扶梯的运行方向 确定是要上楼还是下楼 扶梯的两侧和边缘 还有扶梯和楼层之间的缝隙 都是比较危险的地方 所以我们站在扶梯上的时候 一定要踩在黄线以内 不要靠近边缘 更不要把手或者脚伸到缝隙里哦 其次当扶梯开始运行时 我们要抓紧扶手 站稳脚步 不要跑跳 也不要打闹 抓紧爸爸妈妈的手 如果我们在乘坐扶梯时 感到不舒服 或者发现扶梯有异常 比如有异味 异响 或者停顿步前 要立刻告诉爸爸妈妈 或者身边的人 并且迅速离开扶梯啊 最近一家公司推出了 AI角色创作平台 它能为用户递供AI漫画 和虚拟角色内容生成的工具 满足二次元玩家的 二次创作需求哦 基于二次元爱好者 角色故事的创作需求 团队积累了丰富的动漫图像 人工偏好训练数据集 包含百万以上的高质插画数据 自主研发了二次元视觉叙述模型 相较于Made Journey等图像生成模型 二次元视觉叙述模型 能够强化角色 镜头感 动作 表情 服装 化妆 道具等故事表现要素的生成能力 同时能够强化角色和风格的一致性 不会出现前后图像风格的割裂哦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创作了自己心仪的角色和故事 他们通过给角色加字幕 对话 或者创作成调慢的形式 让故事更加生动有趣 你也想体验一下AI绘画工具吗 现在你可以在熊猫天天AI故事公众号中 点击天天AI故事按钮 在最新推出的绘本模式中 畅游一番啦 你可以和熊猫天天AI博士进行互动 创作自己作为主角的故事 还能欣赏精美的插画 快来五彩斑斓的故事世界里 尽情遨游吧 前方道站 地球村 你喜欢看哈利波特吗 最近一本错误版本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首版小说 在纽约拍卖 起拍价达6.4万英镑 而这本书最初的零售价仅为10.99英镑 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起拍价呢 首版《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印刷于1997年 它里面有几个小小的印刷错误 比如哈利去霍格沃茨需要的东西清单上 一根魔杖被重复写了两次 还有作者JK罗琳的名字也被写错了 虽然出现错误 但这本书对哈利波特迷来说 可是绝无仅有的限量珍藏版本哦 当时这一批次仅印了500本 大部分都被图书馆收藏 想从私人手中买到南上加南 而即将拍卖的这本 之前有一位哈利波特迷收藏 如今他决定交给拍卖行出手 多年来错误版本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在拍卖市场上都很受欢迎 就在去年 其中一本拍出了35.6万英镑的高价 创下了这个系列小说的拍卖记录哦 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相较于在健身房 举铁 打沙袋 不起眼的碎纸机 可能更能有效地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哦 最近一个日本研究小组 让50名大学生 对重要的社会问题 写下简短的看法 之后故意批判他们的观点 并激怒他们 再让他们将愤怒原因写在纸上 这些学生被分为两组 一组可以把纸扔进垃圾箱或留在桌上 另一组人将纸撕碎或放进盒子里 结果显示 把纸扔进垃圾箱或撕碎 粉碎的人怒气消失了 而保留了纸的人 情绪只有一点点好转哦 研究团队认为 这种消灭愤怒的方法 还呼应了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日本民间传统 在那时 人们会用书面形式记录愤怒的感觉 并将它封在容器中 然后将它销毁 这一行为的目的是恢复心灵的纯洁哦 同学们 如果你们有时候感到不开心 不妨试试这个方法 把原因写在纸上 然后撕碎或者扔进垃圾箱 说不定你们的怒气也会很快消失哦 历史上的今天 你知道第一个进入宇宙空间的航天员是谁吗 是佳佳林哦 1961年4月12日 佳佳林乘坐东方一号航天飞船 在最大高度为310公里的轨道上 绕地球一周 平安降落在苏联境内 这次历时一小时29分钟的航天飞行 是27岁的佳佳林 文明全球 据说佳佳林在她太空飞行中 说的唯一的一句话是 飞行在正常进行 我很好 佳佳林不仅是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类 也是第一个从太空中看到地球全貌的人 你说当时的佳佳林在太空里看到的地球 和现在的航天员在太空看到的地球 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今天的天下之旅就到这里了 你也可以把新鲜事分享给小伙伴和家人 如果你对某件事情感兴趣或者有疑问 可以关注公众号 熊猫天天AI故事进行留言 我们会回复你哦 我们明天再见呀